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5月9日,星期六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的 我不知道你是在国内,你还是在国外 我不知道你是已经移民到了国外 还是暂时在国外访问,探亲 我也不知道你已经是手里还拿着绿卡 拿着枫叶卡还是已经入了集 我也不知道你对国外的福利有多少了解 反正据我个人的体会,据我个人的所知 据我个人的观察,据我个人的考察 我就觉得现在中国的福利越来越好了 甚至比国外还要好,比加拿大还要好 单说医疗这一方面,如果说你是一个无业者 就像我这样,没有一个雇主为你交纳医疗保险的话 你在加拿大根本就一分的药费也报不了 当然你到医院里面去看病是免费的 如果是你住院的话,你得这个病呢 你需要住院在医院里面住着 只要是你在医院里面,那费用呢 是全面的,但是如果你不住院 比如说你是高血压呀 比如说你是肩周炎呢 无论你是什么病吧 只要是你不是住院的 那一切费用呢,都是你自己讨的 当然是除了你人在医院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你不用挂号费呀 比如说你要照CT,不用交那个CT的费呀 比如说你去化验,不用去交化验那个费用啊 这些是不用你 但是呢,如果医生给你开了这个处方 那你拿这个处方 你到任何一个药店去拿药的时候呢 你都要自费这个药费 而且我告诉你 在加拿大,你这个处方里面 每一味药,它都要收你一个手续费 这个手续费呢,就在10块加币左右 一般的来说是在10块以上 我看到的最便宜的是9块9毛9 然后呢,一般的来说是10块呀 11块呀,12块呀,13块呀 最贵的我看到是15块 就是你拿着一个药啊 就是你这个处方里面如果有三个药的话 它是要收你三笔的 有的时候呢,药呢,是很便宜的 有时候那药呢,就只有两块钱 比如说,但是呢,它收你这个处方的手续费 是要收你10块钱的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 在中国呢,虽然说你到医院里面 去看病的时候呢 你要自己掏这个挂号费 但是呢,这个挂号费没多少钱呢 就算是专家的挂号费 好像也就几十块钱而已 如果普通的挂号费的话呢 也就几块钱而已 而且是人民币哦 如果跟加拿大的那个拿药的那个费相比的话 这个真的是不算什么 然后在中国呢 你每一个人都可以加入这种全民医疗保险的 哪怕你是没有工作的 如果在中国你没有工作 比在加拿大没有工作 要幸福很多 这是还没有到退休年龄的 但是在加拿大有一点 如果你到了退休年龄65岁以上的话 然后你这些就都是全民了 还是蛮幸福的 今天我这个话题想跟大家说的呢 是关于退休金的 中国在2020年的时候呢 退休金又涨了 这是中国连续16年涨退休金 那今年呢,又涨了5% 据我所知呢 在加拿大这个退休金 应该说是百年不涨 它本身也没有多少 加拿大的退休金呢 加老人金 这个退休金呢 一般来说呢 是看你的需要的 尤其对我们这种 半道到加拿大的这个中国人啊 你没有工作过多久 你给他做的贡献不多 然后呢 你的这个employer呢 就是你的雇主呢 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壮 给你交的这个养老金呢 不多 所以呢 等你拿养老金的时候 你基本上拿不到 像我在加拿大呢 我是从早就是开始自雇了 其实我工作 我将那养老金的这个数量呢 就不多 等我退休以后呢 我充其量能拿一个老年金 也就是1000加币左右 1000加币呢 可能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 还可以能达到5000人民币 我拿着这个1000加币呢 你要是到中国来花的话 就还可以 但是如果在加拿大的话 真的是不经花 不经花 这1000加币啊 你交个房费 如果你租房的话 对吧 你能租什么样的房啊 如果是你自己养房的话呢 那个地税呀 保险呀 这点钱真的是不够的 所以呢 加拿大的老年人呢 一般的来说 他们都是住在这个老人院的 而老人院的条件呢 你可以想象得出来 美国这一次的这个疫情 老人院里面死的人呢 占的比例是相当大的 而且他的老人院里面呢 他还不公布隐瞒这个死亡的人数 有人揭发说 有一个养老院 他说他死了13个人 但是呢 据那些个老人的家属联合起来 就大家在私下里面 自己统计统计 他那个养老院里面死的人 都不止100人 养老院里面对老人呢 会是怎么样啊 对吧 那我现在呢 就想跟大家说一说呢 就是中国2020年养老金 16年涨 我们来看一下哈 他这里面有一些个具体的 那说在中国大部分居民 对于养老金呢 还是比较重视的 谁不重视啊 谁都重视 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越来越严重 很多的年轻人也开始关注起来 养老金的相关事宜 再加上呢 本身临近退休 以及已经退休的人员 我国几乎一大半的人 都在时时刻刻的 关注着养老金的动态 每一次的养老金的调整 也总是引来大家的热议 4月17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财政部 联合推出了 关于2020年调整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根据该份的通知呢 我们知晓2020年的养老金上涨了5% 和去年一样 而这也是我国养老金的16年涨了 不仅如此 在此次的通知中 依旧是采取的定额调整 挂钩调整 适当倾斜 并坚持多角多得的原则 以及实现公平 其实就实际情况而言 我国的养老金发展 已经算是不错了 随着各项养老政策的完善 也让人们的生活 工作水平得到了提升 但是尽管如此 我们的养老金 依旧是坚持年年上涨 当然养老金 也不是完全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职位之间 都会有着一定的差距 那么此次的2020年 养老金上调 又会让这些人 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以2018年为例 我国职工养老金 均值为3153.5元 平均3153.5元 在加拿大没有这么多 我所了解到的 我曾经问到的老人 因为我距离退休 还早着呢 如果我问我的同龄人的话 多数人都不了解 然后我就问那些老人呢 我就知道有一个呢 他是这个一战 还是二战老兵啊 应该是二战老兵 他老爹是二战老兵 一个月呢 能拿三天多 然后呢 他本人呢 也已经是退休了 他就说 他老爹呢 是富人 很有钱 一个月三天多 就是很有钱的 一半的人呢 这一个月呢 也就拿个一千 一千五左右吧 怎么说 一千五百价币左右 日子呢 还是很艰难的 即便如此 依旧有些省份的平均水平 没有达到全国的均值 例如甘肃省的均值 仅在2725.23元 这个均值呢 也比加拿大要高 而吉林的均值 排在倒数 仅有2197.37元 所以 即便大家 都是上涨了5% 不同的情况下 今年的养老金领取 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在中国呢 2197块三毛七 2000多块钱 和加拿大2000多块钱呢 不一样的概念 在中国的生活成本低啊 住房 基本上你就不花钱 如果你买了这个房的话 你就不花钱 如果你租房的话 如果在上海呀 北京这样的大城市 然后你有可能说 租房呢 很贵 你连租也租不起 但是呢 你要是一个退休人员 你还靠在那大城市干嘛呀 你到小地方去呀 小地方非常一居的 非常非常的一居的 所以在中国呢 这2000多 和加拿大的2000多 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生活的质量完全不同 而除了养老金金额上的差距以外 各省落实新的养老金政策 也会出现不同的时间表现 因为各省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 再进行调整 所以一般情况下 从发布到落实都需要一段准备的时间 而且按照往年的惯例 养老金的调整通知都是在每年的3月发布 今年呢 直到4月的中旬才发布 这个会不会推迟我们的养老金落实呢 其实不用担心 因为即便通知迟了 按照通知的规定 还是和2019年一样 需要各地区将具体的实施方案 于5月31日前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备案 所以截止日期都是一样的 自然通知推迟了一个月 也就没有太大的影响 而上海市的居民按照去年的速度 或许能够成为2020年 全国第一个享受到新的养老金调整的城市 2019年的时候 上海市就是第一个发布的 2019年4月25日公布 并决定5月18日将养老金 发放至账户中 不过今年的通知 直至4月17日才发布 所以今年上海市 如果迟于5月18日 也是情有可原的事情 而除了上海市以外 2019年的时候 大部分的省份都是集中在6月和7月 今年的特殊情况 最快可能也要等到7月或者8月 不过如果有省份能够提前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如果你想要了解相关的情况 可以多关注有关部门的信息发布 这个有关部门呢 总是在发布一些信息 不像加拿大 加拿大其实挺不好查的 我查不到 我如果退休的话 我一个月到底能领多少钱 政府给我多少钱 我都不知道 我只能问就身边的老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观众留言 观众留言呢 往往已经能了解到这个实际情况 有个人呢 他是这么留言的 他说呢 我工作了23.7个月 我想他应该是说错了 他应该是说是我工作了23.7年 23年 应该是这样的 退休时也只领了1300多元 去年涨了点1400多元 但是这个好像又不对 他如果是工作了23年 刚退休 那退休的时候呢 领了1300元 还有一点啊 就是中国退休特别早啊 在中国呢 像我这个年龄 全都退休了 天天在家享受生活 就我这个年龄 我觉得 我觉得你退休在家里面 你就给我两三千人民币 然后我就还赔 你还这么多年 你不工作呢 对不对 十多年 你在家里面享受了十多年 去年涨了点1400多 说实在的 如果说 你不出去旅游 你不用买房 这钱其实也够了 在加拿大 没有一千多的余钱 在加拿大 你就是你在上班 你也一个月 没有1400块 加币的余钱 没有 你攒不下钱来 就是为什么 好多人呢 不能去旅游 加拿大人 对旅游没有兴趣 因为他们旅游不起 好多中国人呢 在国外 也是回国回不起 你每一年 你坑吃坑吃的 你好不容易攒出来个 几千块钱 夫妻两个 如果你再有孩子的话 对吧 一家几口 回来 再加上开销 一下子你花掉 这个五六千美金 你真的很心疼 很多人 其实回国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现在能够老回国呢 是因为 我的儿子已经大了 他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他自己 而且呢 因为他是医生 他的工资还比较多 我不用去担心他 不用说 哎呀 是不是 他的资金紧张的时候 我也帮帮他呀 不用 我不用顾虑这个 所以我现在呢 才能放开 而且呢 因为我时间比较灵活 我也能够去找 那个最便宜的机票 我买机票 一般的来说 我就买这个 六百加币 或者六百美金左右 都是便宜的 如果说你是上班的 然后你这一年当中呢 你就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的假期 而且你的假期 什么时候休 你都得那个提前不了太多 你的自主权没有太大 你决定什么时候 你不能说 哎 我看到这个时候呢 有一个便宜机票 说我买了吧 我就通知我工作单位 说我那会要休假 这不行的 你这工作单位 他要安排的 所以说呢 你别看我 年年都回来 可是我和其他的人 就不一样 别人回来这一趟的费用呢 得相当于 我回来起码三趟的费用 是这样的 因为我时间灵活 这人说 我觉得工资 每两千的 多涨点 另外应该有个年龄限制 必须65岁以上的 工资三千元以下的 每人都觉得 应该多涨的 但每年都是养老金 高的涨的多 所以退休人员 还是心态放平稳一点 怨气对身体没好处 就是说你工资越刚 你长得越多 它是按比例嘛 这个是不是也有点不合理 跟这个国外的 这种精神不太一样 应该均贫富 就是说 对富人少长点 对穷人多长点 应该这样 这人说我上个月 刚交完15年的社保 要14个月后再退休 按7500基数 交的社保 退休后 工资是多少 谁能告诉我一下 这人给他估计 他说800多吧 所以说他就是 交了15年的社保 要14个月以后才退休 交15年的社保 再有一年多就退休了 工作16年就退休了 我就都这一辈子了 我还有十几年才能退休呢 这人说 我是江苏女职工 养老金是1400多 这人说 我们吉林四平那儿 我退休9年了才1600多 这人说 那是个别江苏 大多数的企业工作的 女性员工 养老金在3000到4500 比较正常 怎么相差这么多呢 这人说 我是河北的 也就2000多一点 这人说我安徽的 也只有2200多 但是呢 有人说 安徽也有6000到7000的 也有8000到9000的 但是看你 原来可能是挣钱多少 你是交的社保是多少 和加拿大一样了 像我这样的呢 我刚才说了 其实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我是一大半的时间 都是自雇的 所以呢 也没有交多少那个养老金 就没有挣多少钱嘛 没有交多少养老保险 等我退休的时候呢 我基本上 基本上拿不到这个养老金的 也顶多就是拿点老人金 老人金好像也就是在 1000加币左右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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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